我们来关心台中火葬场爆出了弊案 欢迎他们是集体收费了4000万元 详细情况马上联系给记者杨荣来告诉大家 杨荣请说 好主播台中地检署历经两年多时间侦办 下注台中殡葬管理所 台中火化厂木镇组组长林秋高 技工林聪信等7人 涉嫌向殡葬业者和桑家收取每具火化一体 600到2000元不等的汇款 那桑家也指控呢 他们不仅桑葬费高的惊人 还会挑特定时程火化装古坛灰 安放纳古坛都要收取红包 皇历上的宜桑葬的日子呢 价格会更高 需要将红包压到古坛坛里 就是俗称的小红才算懂礼数 那检方也尝出林聪信从93年4月起呢 担任火化厂的班长负责收惠小红 按日结算与另外两名技工 红荣辉菜米粮平均分胎当天的汇款 那检方呢也侦办之处呢 也查出了红荣辉的个人账册资料 有清楚记载每日的小红数 清算他收惠有1198万元 林聪信蔡米粮至少收惠 1070万元 三人每个月都至少有 12至15万元不等的收汇款 那再加上薪水和奖金 每个月收入破20万 比县市首长还要高 被起诉的七人当中 除了林聪信之外 其余都坦诚有收惠 检方认为林聪信毫无悔意 因此囚刑重判16年 以上现场军状况 将近同交给棚内 好谢谢杨柔 我们看到呢 台中火葬场收惠了4000万元 现在被爆出来了